我跟我第一任跟我前夫都還要臉部 對啊 你結婚過 這可以講完嗎 可以講可以講 你為什麼不能講 喔真的假的喔 那很屌欸 喝啦喝啦喝 好像是那個 自己說自己想嗎 兩個人的信任四個人的快樂 對 對我 可是他剩一起來 闖燈啊 喔沒有啊 沒有啊 應該是我的觀眾 只能在球球頻道上看到我這樣 對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種 彈話性的節目 我今天會盡量講真話 做效果好不好 我覺得 連這樣子的細節都可以偷偷來 我會覺得 嗯 歡迎來到頻道球球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最近IG一直在宣傳 我的頻道會員有更新啦 快點加入寶貝球 來看更多漂亮的照片 今天呢 我們要來聊星座 為什麼要聊星座呢 雖然我自己也不是一個 特別相信星座的人 只是 我覺得 星座既然流傳了這麼久 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 那我們今天要來聊的就是 處女座 為什麼要聊處女座呢 因為我在上一隻拍 雙子座的 迷思的那支影片裡面 然後我就說 規模的是處女座 各位說一下就是 完美鼓勵這個東西應該是處女座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兩位處女座的來賓 來跟我們聊聊處女座的迷思 讓我們歡迎小潔跟小汁 歡迎 嗨 大家好我是小汁 又好我是王小潔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處女座 那你們自己相信星座嗎 我個人是不太想去算面 不太想去星座 因為我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就是個統計學 那小汁呢 我覺得 可以當參考中的參考 我覺得真的是有一點參考價值在啦 反正就不可能只分12種 不可能不可能 但是它 就是這麼龐大統計學 有它一定的道理存在 沒錯 那你們有因為就是 自己是處女座 然後就是別人就會覺得 你們處女座就是龜毛 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有啊 超多 一定會的啊 每次等一下聽到說小汁什麼星座 處女座 他們就會這樣 對對對 我超常被回憶這表情 怎樣 怎樣 奇怪 這個是超級無理 對啊 怎樣 大家都會說你們處女座怎麼樣 既定欲象一定是潔癖跟龜毛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就是 潔癖跟龜毛 它是有分等級的 不一定每個處女座都會 而且我覺得 所有事情都龜毛 最潔癖跟最龜毛的 真的不是我耶 好 那現在就是 我整理的一些網友們 對於處女座有一些 迷思跟刻板印象 然後希望你們來講解這些 來 這先發下去了 這個 先喝 先喝 我跟你講就是 應該所有觀眾 只能在球球頻道上看到我這樣 對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這種 談話線的節目 我今天會盡量講真話 做效果好不好 就是因為我上次直播的時候 就問我們的觀眾說 就是處女座有什麼問題 所以有些觀眾就分享說就是 處女座很遵照自己的SOP 可是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好像結果都一樣啊 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這是一種就是 事情的完整性 從A到B 如果是要把它分順序 代表我們希望把 每一個環節都做好 得到最好的結果 你會要有自己的步調 把每一件事情都分好之後 其實這件事情 雖然聽起來麻煩 最後你會覺得 這事情是流暢的 對 沒有錯 就像我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 比如說做菜的話 就比如說有些人 不是就是做完 然後一次全部收嗎 我就是邊做 我會邊整理 對對對 我就是做完一半 我會覺得台面上 那你們會受不了是不是 就是 我們就說 你等一下再弄 你等一下再弄 你就會看到 你講你的 我收我 這樣是不是可以 歸類成有潔癖 我覺得潔癖有 另外一個看法 假癖是 比如說 你覺得這邊已經差不多乾淨了 然後你還硬要 我就是打開來 然後還要再吸一次 還要再吸無限次 就是東西 大家放得很整整齊齊 就是有病的那種 沒有到有病 但是 強迫症是有的 像我 強迫症蠻嚴重的 我好像還好 就是如果 我的 我的成價上 假如說這飲料是這樣子 我就會默默的這樣 這個我沒有 這個我沒有 我們沒有業配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是看事情 就是你 自己 私人範圍 你就會想要把它弄乾淨 可是如果是 公共場合 就想說 算了 對 因為像我自己 大公司很多人 但是 就是我們是團體生活 就像這裡一樣 每個人喜歡不一樣 所以我 前面會一直在 就是你在前面 亂我 然後後面 然後到後面我就 算了 妥協了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 處女座的問題了 我覺得 不是 我沒有 對 你會覺得就是自己雙標嗎 就是會約束別人 但是覺得自己 這樣子OK 我得承認我會 但是我不會拿我自己 我會 maybe就是 可能對你比較好 然後 對你比較差的這種雙標 因為我覺得處女座的雙標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誤會了 我覺得處女座的雙標是 對人 我這樣講會不會感覺很兇 就比如說 我會說 這個人怎麼 這個樣子啊 就收男生禮物 他是不是湊標的 但是如果我朋友 就是做一樣的事情 我就會 不講話 而且我覺得 護短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處女座的雙標 比較是在這個 程度上 但是我覺得這個雙標這個事情 我覺得不 不局限於在處女座 我覺得 如果是在職場上的話 我覺得雙標這種事情 滿常發生的 偏向自己 比較親近的人 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那是正常的 那人之常情 那沒辦法 像我們自己當老闆 有時候會發生一些事情 讓我覺得很尷尬 就是這個員工其實比較優秀 然後這個員工其實 可能比較沒那麼優秀的情況下 就是 我覺得 對優秀的員工犯錯 我覺得我可以給他幾乎 因為他平常其實很優秀 但是如果對 表現沒有比較好的員工 我就會 針對那個點再糾正一次 因為我覺得 人家做好 或犯錯過 我可以輕輕的講 但是你一直犯錯的情況下 或是你一直做出 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 比較嚴厲 那這時候員工就會誤會我們 因為老闆是誤雙標 為什麼他媽對他比較好 為什麼他做錯你就沒這樣 這些都是一些大方向 現在來聊一些 就是感情的部分 是要怎麼吸引 處女座的異性 我覺得 妳先講 我根本不準耶 妳可以說 沒有標準答案 就只是聊聊嗎 我們只是把這個統計學 再更細緻地 分開一點 對 然後直線 我很看感覺 我覺得我不太看外表 沒有啊行為呢行為 我喜歡他很單純 然後又 我沒有是處男的部分 單純跟處男不一樣 我喜歡他的內心有一個地方是 很純潔的 純潔 就他有一個地方讓我覺得他 很厲害很厲害 厲害到他的其他的缺點 我可以視而不見 大家不是說 所以你容易挑缺點嗎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地方 讓我完全無視你 那些其他的缺點 然後讓我覺得你就是很厲害 他需要有個太陽來掩蓋其他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欸那這樣講我就理解了 這樣還可以 就是感同身受 但我覺得男生的話 我是一個非常在意小細節的地方 假如說女生今天跟我第一次去吃飯 我會看他的穿搭 然後甚至身上的味道 聽起來有點變態 但是我會覺得 就是細節嗎 就是消水味吧 對就是 很酷就細節 如果假如說我們今天認識 然後我們如果有點曖昧或是幹嘛 如果你今天知道我平常怎麼穿衣服 故意穿的就是 同色系之類的 我就會覺得 這就蠻重 你喜歡迎合你口味的 誰不喜歡 你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超不喜歡 但是我的點不是迎合我口味 我覺得我的點是 他對方有細心 就是有用心 之後如果變他女朋友了之後 他不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就是一開始 吸引對方的好感 我們就以第一次或是 前幾次約會 或是他在追求的階段這個標準下去 然後我就會 注重很多小細節 有個點我會有點punch like 因為我是男生 所以通常出去吃飯 我們都是 男生付錢 如果今天有一個女生 他會把帳單偷去付 然後我是第一次跟他約會 我是第一次跟他吃飯 我會覺得 啊 連這樣子的細節 都可以偷偷來 我會覺得 嗯 那你覺得就是 處女座喜歡一個人 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覺得處女座應該蠻值的耶 會直接說嗎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不要講感情事情一樣 因為處女座腦袋是蠻直接的 所以說如果我們真的 喜歡上一個女生 我們就會 為他做蠻多事情 不管是改變自己也好 或是為他學某件事情好 他沒有刻意 但是他就會腦袋會不自覺 不自覺想要 對對方好 這樣 就是喜歡上這個女生 然後你就會 想盡辦法去 對他好 你會覺得自己 有戀愛腦嗎 我覺得處女座超級戀愛腦 我覺得處女座 蠻製作多情 就是因為我們的小劇場很多 假如說我今天要把這句話傳出去 是他的訊息來 我要怎麼回他 我的頭腦會有超多資限 因為他通常處女座很理性 所以他理性的時候 他可以分析很多事情 把這件事情用到戀愛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就是看你要用感性去做這件事情 還是用理性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是一樣的 好 現在來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們跟前任是和平分手的話 有可能會複合嗎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覺得處女座的心思比較細膩 如果分手一定是有一個過不去的點 那如果那個點解決呢 可以解決就不會分手 所以絕對不可能跟前任和複合 不太可能 因為我跟你講 處女座在分手這件事情 一樣 很果實 知限思考 思考到最後如果是一個死路的話 應該說他 我覺得分手之前 我們一定把可以試的事情 絕對都試完沉澱過試過 我覺得處女座的分手 會擔心大雨難過 那如果對方過得比較好 你會比較開心是不是 我會耶 我會 會 我會覺得就是好 放下一個大石頭 嗯 欸我順便問一下 就是 你也是重感情的嗎 重啊 我跟我第一任跟我前夫 都還有兩位 對啊 我結婚 結婚過嗎 這是覺得 但是那個 總算要接觸正題的水 哈哈哈哈哈哈 先把自己乾掉 其實性對我來說就是 可以少 但是不能沒有 這怎麼弄阿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沒什麼難的阿 就是她們 你們的性是不是契合的阿 如果你們的性是契合的話 就ok 欸我覺得身體契合這件事情 很重要 有些女神就是 她可能長得很漂亮 但是我對她的身體沒有興趣 那小姿呢? 我覺得我應該是算 還算喜歡的 但我可以配合對方 你說對方如果不想要你配合 對 如果他忙的話我就覺得我可以理解 我真的覺得契合蠻重要的 像我其實自己假如說 好直接花錢叫人家來好了 其實對我來說我沒辦法 這也不是感情潔癖 就是我希望跟我發生的對象 至少我們要認識 maybe吃過飯或是知道一些 應該會有好感 所以你可以接受了泡友 但是不會變成男女朋友的 可以 因為基本上 不是每個人在感情上面 跟身體上面都可以這麼契合 就像很多老夫老妻 他們可能可以走一輩子 但是你教我們天天打破我們有沒有辦法 兩個人的信任 四個人的快樂 對 對 我 你很專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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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 有寵座的朋友就是 其實大家可以就是 怎麼樣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寵座的心理強嗎 我覺得我應該算強 那交往很久也是 可以嗎 不行 我剛剛前面有講說 我們觀察都很細膩 所以我們會希望 會有一些驚喜 maybe cosplay啊 或是一些比較可愛的內衣啊 或是一些小心機 我覺得 寵座很追求新鮮感 我不知道你啦 我覺得有 因為我覺得感情在一起久了 你如果就是 一定會變得柴米油鹽 對 簡單講我覺得要用心 那如果他真的很精心的準備了一場旅行 然後他準備超可愛的那一刻 他剩一起來 重燈啊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可以撥嗎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就是 重燈這件事情 我要講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你說你說 我不說他是誰 但是我覺得真的太有趣了 不是你自己的故事 不是我自己的故事 他朋友啊 我巴士真的 我相信你 不是我 我相信你啦 我講完之後你就知道那不是我了 我以前有一個同事 他就很愛玩 然後有一次上班他就 因為通常就是 你如果有去女生家睡的時候 隔天就 就不會洗澡 穿通她一關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想說 欸 兄弟 你的襯衫 這邊怎麼 都是誰 紅了一塊 他就 喔 摳飛 然後你洗 我說你昨天幹嘛了 我昨天就去那個 那個誰誰誰家 然後就 他那個來啊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然後我早上看 上班要知道 我就襯衫穿衫衫 我就趕快衝來了 我那時候真的是 小潔欸 幹嘛啊 幹嘛啊 真的不是我 那時候年輕 那時候年輕 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好好好我們回歸正傳好不好 反正就是 音樂來講就是要 用心 對 要用心 然後很多小細節 好 以上就是 處女座 結束了 結束了 我們才剛開始欸 沒有啦 他意有味 我已經很久沒有拍 就是這種 我們等一下看 好開心 好不好 那你們有想要宣傳的東西嗎 有 我也有頻道會員 有點像手球有 就是有那個 level 然後一樣有東西 然後8月是有比基尼的 對 我是真的嗎 我的頻道會員 你說比基尼是8月的事情是不是 對 上片應該是9月了 喔沒關係 記得要加入喔 掰掰 然後記得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然後小潔 他之後會出寫真 我還沒宣傳欸 兄弟們 他要露兩點 我說他之後會出寫真 我的IG大家再關注一下 我的IG快破10萬了 基本上 唯一有日更的 大家會等我的片等很久 但是如果有關注我的IG的話 基本上我每天 先等我會更新喔 那他們的資訊都會放在下面 資訊讓大家可以去看 讚嘞 那我們再聊喔 掰掰